就节目上模仿张嘉义斗路。 杨迪沈梦辰发文致歉。 3月31日,杨迪和沈梦辰9日前在某活动中模仿张嘉义斗路仪式发文致歉。 新浪娱乐讯。 3月31日,杨迪和沈梦辰9日前在某活动中模仿张嘉义斗路发文致歉。 沈梦辰表示,昨晚,在参加活动时,我和五大竟模仿了张嘉义老师走路的动作,事后得知了真实的原因,我很难过和愧疚。 张嘉义老师是影视圈的楷模,是我们年轻离代艺人的榜样,我作为公众人物在公开活动中的这一行为实属不妥。 沈梦辰是向老师道歉,希望有机会可以向张老师当面致歉,同时也给五大竟带来的困扰说声对不起。 杨迪则发文找事,非常抱歉,由于前妻工作做得不充分,作为主持人没有了解前辈的身体状况,要求嘉宾模仿张嘉义老师。 对于这样行为带来的不尊重,在这里给张嘉义老师正式道歉。 五大竟也是因为我们的提问进行下去的,请大家也别责怪他。 张嘉义老师是我喜欢和尊敬的前辈,因为我没有提前做好工作,犯了这样错误,真的真的抱歉,希望有机会给张老师正式表达歉意,对您的不尊重真的非常抱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